那刪掉的部分OK 那就是從第二列 刪掉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把它移過來好了 基本上他就會for 有沒有 二列到 最下面 1247 對不對 追的話到第幾藍呢 第六藍 如果你自己打上六也可以啦 只是說如果你的藍數不確定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去偵測 那這邊的話給他空置串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讓他全部跑完好了 直接跑 有沒有 一下就跑完了 清空了 不過建議各位做這個動作之前 請把原始資料 複製備份一個 不然如果你要在做練習的話 你就沒有資料了 因為你沒辦法寫資料進去了 所以建議是原始資料做這個清除動作之前先複製一下 OK好那我們已經把資料清空了並且寫過去了 那我來看一下 問題一裡面到底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 把所有資料寫進來呢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問題 裡面的話 就有我們剛剛的這些資料 1246沒問 沒錯 OK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部分 就是 練習 全部匯入的部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我今天的那個資料庫部分的課程 基本上真的有點難度了 因為我們同時 講到第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就一定一個很大的範圍 第二個是ADO 第3個是SEQL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 今天的課程內容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那這個當然資料庫不見得每一個人都需要用 不過我講過就是說 第一個如果你的資料量 比較龐大的話 第二個是說如果你的資料有可能跟別人共用的話 那就需要用到資料庫 當然資料庫不只不見得只是 只能用SS 你也可以用別的資料庫 也是不會有問題 主要是把那個connection suite 有一行改掉之後 那你資料庫如果是別的也是OK啦 不過一般我想辦公室裡面 大概 你們的資料 應該99%以上 用SS應該就夠用了 就非常夠用 因為我曾經試過 在很多年前 同時 大概幾千個連 幾千個 幾千個人同時連線 SS好像也還OK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應該基本上 SS堪用 堪用情況還不錯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跟你們說 我已經有了